上個字題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先發問的 有的話可以先提出來沒有關係 可以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接著 上個禮拜的內容 我先分享畫面給各位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 日期這個可以看得見嗎 2022.4個 可以可以 我再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大小夠嗎 有沒有同學會 看不清楚的 各位看一下 可以嗎 這樣大小可以 可以選好 好 好 這邊我們先講這一個用法 那邊同學在問說 這裏面 NOGAREYO NO NAI 這樣的句型 是不是 GA NAI比較好 還是可以用NO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無法逃避 這個的意思應該是什麼 各位看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同學看這個 這裏面 這邊 NOGAREYO 我們上次講過 用 第幾遍 這個 基本上 他不是 無法逃避 應該是什麼 想要逃避 這件事 是沒有的 這是 YOU的用法 這是用 我們上次講過 這個就是 五段動詞 他用 第五遍 化 上下段動詞 第五遍 去 入 加 YOU的用法 這個順便 步行一下 他變 他用 CO 加 YOU 各位以後在記 變化的時候 比較容易記就是 他變 永遠都跟著上下段跑 上下段後面加什麼 咖遍幾乎都跟著跑 只有例外是 COI 命令句的時候 這個也是 C 加 YOU 我們講過 順便了解一下 步行一下 YOU 他所代表的含義是什麼 他有兩個 一個含義是 自己想做 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什麼 大家一起做 這個就是 YOU的 兩種概念 那這邊應該說 想 好 想 好 掉 的 這件事情 是 沒有的 那 當然用 GA 最好 但是 某些場合 可以用NO 來替代 GA 所以 有些人的講法是 NO 也可以 當族語來看待 在這邊的 NO等於GA的意思 這算比較特殊的用法 所以 有些人就把 主語認為 有些地方他可以當NO的 這樣來運用 這算是 比較特殊的用法 沒有錯 這個 NA AGA 變成NO的用法 這個部分 剛好同學問到 我順便 提出來 讓各位 多了解 這方面的用法 在這個地方 LA可以 等於NO的 當 主語來使用的感覺 本來這個地方 第五變化 加NO 這個地方有幾個東西 我們很少看到的 各位看 以這個例子 我們很少看到 用第五變化 加 這樣的字 助詞 的 感覺 我問同學為什麼他這邊可以加NO 加助詞 概念 這個就是我講的 要把 文法忘掉 這個也是其中 的一種概念 同學 你覺得這個地方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可以在 YOU的後面 加上 U 加上NO 或者 GA 這樣的 結束方法 名詞 或者是 指示代名詞 如果是指示代名詞或是 助詞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他可以當 後面 後面接 接助詞 我們很少看到第五變化後面直接接助詞 那為什麼他可以接 我希望同學把這個這個規則記起來 因為以後你絕對會用到 有機會就會用到 因為他可以運用到其他地方 所以 我才跟同學講 他所代表的含義是什麼 你看 你看 一下 我問各位 入什麼結尾 無斷 動詞制的無斷之一 動詞的概念 所以 動詞後面可不可以接助詞 可以 動詞原型可不可以接名詞 或代名詞 通通可以 知道嗎 所以 不管你加助詞 像這樣 又加 也好 又加 代名詞也好 全部都是 可以運用的 在日文文法的規則裡面 他是 沒有問題的 這樣 可以了解嗎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我們不要去死背 所有的 劇情 而是要去記住 不管他在怎麼變化 我們永遠記住 日文會有變化的 這三個字 永遠只有三個字 無斷 一 還有搭 這三個字而已 對不對 這三個字 所代表的 就是 動詞的變化 形容詞的變化 跟形容動詞的變化 然後 我能夠接名詞的 永遠都 只有四種 到 五種 我們講 四大詞性 如果是名詞 我們要加名詞 永遠都是加 na no 再加 名詞 對不對 好 如果是 形容動詞 永遠要先加一個 那 再加 名詞 對不對 如果我是 形容詞 我當然 直接加 名詞 對不對 好 如果我是 動詞 動詞跟著 形容詞 好 一定 直接加 名詞 就這樣 好 這邊 我要告訴同學們的 就是這樣的基本規則 然後 再運用到哪裡 四大詞性 也就是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形容動詞 的 什麼形 他形 也可以加 名詞 這個就是 我們在接續的過程裡面 名詞 擺在後面 所有的 四大詞性 他可以接續 名詞的 方法 所以 各位看 我如果把這個 屋 當成了 動詞的 屋段來 看待 的時候 是不是就等於 屋段加 代名詞也好 助詞也好 他是 可以成立的 這是 基本的規則 然後再加上 我們講過 日文 多半 只有名詞 跟動詞 後面 可以加什麼 助詞 零容詞 零容 動詞 是 零容 顧家 助詞 一定要記住 這個 這個就是 日文的 一些基本規則 跟定義 我們要把它 記住 以後 你在造句 的時候 就不會 產生 問題 這個部分 我希望 同學們 能夠 把它 記住 這些最 基本的 用法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 這邊的 可以 等於 No的概念 所以 想要逃走的 這樣的事情 是 沒有的 那就是 想 可以嗎 各位 那個 動詞 名詞跟動詞 可以加助詞 那 動詞 是一定要 圓形還是 他形 或Mars形的 去路的 第二變化 都可以叫 他形也可以加 有沒有看到 他形 一定可以加的 你會加助詞 對啊 他形 可不可以加助詞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一樣嗎 就是動詞 是什麼形 都可以加助詞 基本上 只要他是 烏斷結尾的 基本上都可以加 圓形都可以加 圓形 都可以加 廣義的圓形 基本上都可以加 然後 他形也是算 廣義的圓形 否定型 可不可以加 可以 但是 這個地方 否定型 你就不能把它看作 形容詞來看待 這樣 可以了解嗎 了解 對 就是不要把那個 耐看成 那個醫學 是 因為他是 中動詞的概念 然後後面也可以直接加 歷史 對不對 所以老師 那個動詞 圓形跟 他形才可以加助詞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加助詞 對啊 還有動詞還有其他的 其他形 這不行嗎 像是 K型 K型可不可以加助詞 有啊 也可以 也可以 應該是有可以 所以 為什麼我希望各位 大量閱讀 你們現在最重要 就是開始大量閱讀 大量閱讀 一直讀 各種可能的 具構就會一直跑出來 而且我要跟各位講 要慢慢怎麼樣 文法忘掉 忘掉文法 最好 因為到最後你只要記住那18個規則 我不斷的去思考18個規則的接句方法 我就可以學會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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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看日文的句子的時候 你在看這個東西 我們就全部都在 不斷的複習 那樣 你注意看 有沒有 我舉這個例子 有沒有看到 米歐 都斯 麻 以 有沒有 是不是一結尾 有沒有加助詞 有沒有 這邊 這邊是不是 動詞原型加助詞 有沒有看到 You 對不對 前面兩個名詞加助詞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在看句子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 就慢慢可以發現到 這樣的結構 當這樣的結構出現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什麼樣的字 可以 加上 住詞 好 你說老師 像這個 Sakura no a na na sako 第五變化加烏 後面我們可以加助詞 可以 剛剛那個有沒有看到 Hashiro do omou 可不可以加助詞 可以 概念是什麼 U 等於是 U段 動詞原型 對不對 一樣的概念 所有 不管怎麼樣的句子 我們再看後面的句子 例句 也是一樣 所有 他不會跑掉 知道嗎 好 我們再舉這個例子 你看 18個階句是不是 告訴我們 名詞加助詞 加 動詞 對不對 動詞貼型加 動詞 動詞 mashing加動詞 動詞貼型再加動詞 動詞 mashing再加動詞 動詞 t加 這個 代名詞 對不對 這個 等於 no 對不對 再加什麼 他 代表 名詞加什麼 8 結束 不是這樣嗎 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 18個階句的運用而已 完全不會脫離的 你不用擔心 對不對 好 我們看這個住詞 這個住詞 前面是什麼 卡 對不對 名詞 這個 no 如果我們當住詞來看 前面用字 動詞原型 是不是 全部都一樣 所以 我們當我們掌握住這一種基本概念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抓到 好你再看這個 下面這一句 我隨便抓的喔 當你養成習慣的時候 為什麼我一直跟同學講 所有的句子 我們在解讀的過程裡面 最關鍵最關鍵只有那18個階句而已 所以你看 哇的前面 始まり 名詞 動詞變成名詞 突然你 這個字 副詞 我們講過副詞只有 兩個住詞 不是你就是都 對不對 好 A的前面 場所 名詞 哇的前面 talking 名詞 不會亂來的 這個基本的概念有了 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 動作 我就全部 可以掌握住 所有的磁性 他怎麼樣連結怎麼樣用 我就可以全部了解 可以嗎 可以了解 這樣 接續的方法 大原則 記住 然後 剩下就是 我不斷的讀 不斷的來 怎麼樣 練習 18個階序 等你18個階序很熟的時候 你再造句 解讀就不會有問題 好 我們再看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也蠻有意思的 各位看 我故意把它切開的 這個就是 他的動詞 圓形 來第一個是什麼 福 對不對 第2個動詞是什麼 好 好 歐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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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動詞 第五個字 音詞 我有的動詞 這邊本來是五個動作 我問同學 現在變成幾個動作 三個動作 為什麼三個動作 我們講過 作為動作的區隔 所以這個是持續的滾動 然後什麼 終於抵達那個感覺 對不對 被風一吹 然後一直一直滾 滾到好不容易 抵達某個地方 之苦就是點 對不對 所以一個動作 兩個動作 三個動作 這兩個變成複合動詞 好這個概念 我希望同學 一定要牢牢記住 我們講過 共詞 加 共詞 永遠 基本上只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 一個 MUS型 加上 動詞 第二個 K型 加上 動詞 對不對 好 動詞加動詞的概念 只有這兩種樣態 前面這一個叫做什麼 复合动词 复合动词 我们讲过复合动词在日文的概念里面变成一个新的单词 它变成一个新的单词 好 推行的时候它变成了什么 后面那个动词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补助动词 变成了补助动词 而这个就变成什么 就是 黑形就是动词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好 现在 我来跟同学讲日文的补助动词 黑形 复合动词 复合动词变成一个新的单词 黑形就变成了补助动词 补助动词我们讲过 他有两个 用假名来标词 对不对 不用汉字 第二个 原意不变 好 现在同学既然要开始学所谓的表达 那你必须把所有的补助动词记起来 你才会用 所以我希望同学现在可以开始尝试 补助动词 同学告诉我 我们比较常用 比较常用 经常看到的五度动词有哪些 KR 好 对 KR 对不对 再来 KR 还有 KIKU 好 KIKU 好 这个把它换位置 KIKU先 再来 KIKU 比较好记 再来 还有什么 KOKU KIKU 对不对 再来 还有KIKU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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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 还有KIKU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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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还有KIKU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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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 我希望课题全部把它背起来 好 你注意 关键字在后面那个字 所以 你并不需要去背他 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同学要把这个字记住 KIKU 原来的汉字是这个 你只要记住原来这个字就可以了 KIKU 是这个字 KIKU 是这个字 你要把它记住 这个字比较重要 KIKU 是这个字 好 再来KURU 就是这个字 好 再来 各位看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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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字 好 再来最后一个MIRU 是这个字 最基本是这七个 我们在日文的小说阅读里面 一天到晚可以看到这七个 然后 到进阶日文里面 会更未出现我们讲过的瘦瘦动词 来 顺便练习一下 我给平背用什么 KIKU 平背 给平背 记住 全部三个字 KIKU 对不对 好 我给长辈用什么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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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我给晚辈用什么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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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不背不行 因为 你到高级日文 尤其职场的用语 瘦瘦动词使用的频率最高 好 再来 你背给我 用什么 K什么 别人给我 MORAL 没有 那是我从别人那边拿到 KORELU 对 别人给我全部KIKU 这一定要记住 好 长辈给我 KUDASARU 对 KUDASARU 这也是 别人给我都是KU KIKU 来 我从长辈那边拿到 KIKU KIKU 对 好 平背拿到 MORALU 对 MORALU 好 最后一个 KIKU KIKU 好 同学注意看 这样的用法 你注意 一样 我全部把它 写成汉字 比较好记 你记住 你记住 以后 这些字 我都希望各位 要慢慢把它记起来 为什么 你要练习表 等 你就必须 去学会 学会 把这些 字 记住 以后 你没有记住 你绝对不会去用的 所以你看 AGERU 是哪个字 因为我们有汉字 比较好记 好 这个 SASI AGERU 我希望同学把这些字 要记住 YARU 不要看到 当你了解这些字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就会觉得 他好背很多 因为汉字 对我们来讲 比较亲切 KULELU 是这一个 好 KULELU KULELU 我们很少看这些字 但是 我利用这个机会 顺便 让同学记住 这些字 很难的字 看到 所以 AGERU 写一个 上 我给 别人 SASI AGERU 多一个 SASI 是X YARU 是 派遣的遣 KULELU HUDASARU 是下 别人 给我 上面的人 给我 下面的人 那样的感觉 MOLAU 这个怪字 我也不會 念中文 IHDA DAGU 比较 容易了解 顶 代 也就是 把手放在 头上的顶代 这样的感觉 好 为什么 要把汉字全部 弄出来 同学 注意看 我刚刚讲过 他即时变成了补助动词 虽然全部用假名 他原来的意思不变 所谓的原意不变 就是阿鲁这个东西不变 所以什么叫做提阿鲁 他最主要用在哪里 我希望同学去了解这些他的用法 提阿鲁我们会用在哪个动词的后面 那同学告诉我 什么时候会出现提阿鲁 他只有一种场合 我希望同学慢慢要把这些观念建立起来 你一旦建立起来 以后你在使用上 我可以给你保证 绝对不会有问题 知道吗 这个地方 你不把它弄出来 绝对不行 知道吗 好 举个例子给同学看 你就懂了 好 各位看 这一个 绝对是他动词加 K R 表示 有前面的动作结果 所以这个表示什么 他表示的是 眼前的状态 一种结果 结果论 可以这样讲 我看到眼前的结果是怎么样 TR 就这样 有没有问题 刚刚同学这样背是很好的 为什么 R E E O 就按照 R E O 的顺序 你这样记就很容易记 知道吗 不要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很容易漏掉 如果你按照 R E O 的顺序 你看 这边就是R E O 再来 KAKIKUGKU SASISU SASISU 最后一个MI 中间都没有 就很好记 好 TIKU 跟TIKU 这两个是 相对应的 所以 我先把它 框起来 什么叫TIKU 就是 离开 波化者 的 位置 这样 好 相对的 哺乳的意思 是什么 接近 波化者 的位置 这两个是 相对的 所以 这个就变得 比较简单 比如说 風が 吹いて 同学看 風が 吹いて 吹る 一个是 风吹过去 离开 我这边 这个是 风 吹过来 这样的 感觉 TIKU TIKU 的概念 可以吗 这个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为止 每一个我都希望 同学去了解 这个 这个表示你眼前所看到的状态 结果论 他已经动作完成了 有这样的动作结果 这个就是这样的感觉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为止 因为接下来 每一个 我都希望 同学了解 用在哪里 然后 你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才会看到 不一样的东西 我是希望 各位去慢慢体会 慢慢了解 把这些东西 全部把它记住 可以吗 好 如果没有问题 再来 TEL TEL的牵涉到的东西 最复杂 一个就是 自动词 第二个 就是 瞬间动词 另外一个 是什么 持续 用词 所以 这里面 一定要记清楚 这几个 基本的概念 它基本上 就是在告诉各位 自动词加DEIL 各位要慢慢把这些东西 都要记起来 哦 自动词加DEIL 一样 表示什么 眼前的状态 好 再来 瞬间动词 一几个 我就把它弄在一起 希望同学去做对比 瞬间动词加DEIL 代表的是什么 持续的状态 哦 同样的最后一个持续动词加DEIL 这个代表的是正在进行 可以吗 这个 补助动词 的用法 我希望同学利用今天的机会 把这些动词全部背起来 全部 不用考虑 我所谓的背 你就是不断的用 用用 告诉自己 这个可以用在哪里 这个用在哪里 这个用在哪里 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一次把它解决 好 为什么这个叫眼前的状态 有在做全面的动作 对不对 好 你再看 第二个 瞬间动词加DEIL 表示 一直维持什么样的 动作 这个表示 眼前你所看到的 它正在做什么样的动作 这个 三个 算是 所有的 补助动词里面 最复杂的地方 希望同学要记住 补助动词 这个算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们在解读 日文的小说 文章的时候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短文 会脱离掉 补助动词的 一个都没有 很难 因为补助动词的使用频率 太高了 我不喜欢学生背 但是 14个补助动词 我希望同学能够记住 越多越好 因为 你记住以后 以后这些的运用 你才能够得心应手 要不然 我真的跟各位讲 很难 因为你不会用 你没有记住 你绝对不会用 你只要记住了 我跟各位讲 你绝对会用到它 你自然而然 就会想要用它 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让各位了解 所以眼前的状态都是 结果论的 都一样 不管 它动词或自动词 它基本的概念 就在这边而已 可以吗 teru 到teru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接着看teru ocu 本来的意思是 摆着 对不对 做好前面的动作 摆着 比如说 买好摆着 意思就是告诉你 明天要办party 需要饮料 麻烦你 先把饮料买好放着 所以不就是准备好的意思吗 所以一般的文法书 他就翻译成准备好 问题是准备好 所代表的含义 是什么 就是在告诉我们 用ocu 以后 各位要记得 你要请人家 先做好什么工作 就加上 ocu 这个字就对了 如果后面再变 变成什么 o yi de kudasai 有没有 一个住词 我就不把 暗字打出来 意识就是告诉你 请你先买好 放起来 这样就更清楚了 所以有时候长辈在跟晚辈 讲 你去帮我买个牛奶 回家放起来 我明天要喝 你就可以讲 milk wo katte o yide 这样就可以了 麻烦你去买个牛奶 放着 放在冰箱里面就好了 这样的用法 我希望同学学起来 所以 katte o ku 当于katte o yide kudasai 买着 买好 摆着 就这样 可以吗 老师 那个 那个 te o ku 可不可以这样 在跟 法文来讲 跟国语来讲 买了买了 做了做了 去了去了 这样可以吗 不是 他最主要是 准备好的意思 不能说是 我做好了 做完成 没有 做完成就是下一个 西方文这个 ok好 谢谢 这样了解 这个就是 事先买好 放着的意思 这个才是 做完了 其妈五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收拾 收拾 整理的意思 其妈五这个字本来是收拾 整理的意思 那为什么 如同刚刚同学问的 其妈五他有到 玩了的意思 结束的意思 我问各位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时候要进行收拾整理 我在做功课 我要去睡觉了 要收拾整理 我下班了 要收拾整理 我玩具玩好了 要收拾整理 这个代表着结束的意思 到最后的意思 各样的感觉 举个例子 提示 对 特别人 他会 的意思 是 资格 伺候 你 它的意思 不 做国民 咖啡 啡 得 弹 到最后被弟弟吃掉了 被弟弟收拾掉了 被弟弟解决掉了 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 的用法 对不起 知道吗 被吃掉了 用过去式 那块蛋糕已经被弟弟解决掉了 收拾掉了 那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吃掉了 那样的味道 就是刚刚同学问的 到最后结果怎么样 了解了吗 所以你看 喜马舞本来是收拾整理 我所有动作结束之后 到最后 我就是要收拾整理 所以原来的意思 并没有改变 奥古也是一样 做这个动作以后摆着 买了以后你把它摆着 两个动作 对不对 概念在这个地方 你记住就可以了 可以吗 喜马舞这边这样 有没有问题 老师这边的 我都懂你是直接对象 不是 间接对象 间接对象 对 对象 弟弟 谢谢 直接对象是什么 蛋糕 蛋糕 谢谢 对不对 对对 吃的是蛋糕 谁吃 弟弟 对不对 这句我也可以讲 我都都我 客气 我 吃的蛋糕 一样 概念是一样 他没有那个强调 那个收拾整理的意思 可以了解吗 好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字 我希望各位 有没有看到 几个字 全部都有什么 是这个字 有没有 仕事 仕事 仕方 仕方 仕卖 对不对 仕马舞是不是 这个字 这个都不讲 好 我们经常看到 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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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这个诗 有意识的 技法 这一个 这一个 它相当于什么样的概念 する 用这样去记忆它 你会发现 很好用的 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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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工作 工作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把事这个字 当做做的话 する 你看工作是不是 做事 好 仕方 做的样子没有 做的方法没有 这两个字是惯用句 使用がない 使用がない 是什么意思 没办法的意思 没有做的方法 没有做的样子 做的样态 这个都是没办法的意思 所以这个 你把它当成做来看待的话 你会发现 很多字 很有意识 可以这样玩游戏的 这个单字 好记 顺便 让同学了解 西 这个字 有意识的地方 以后你看到西 你就可以用思路的概念 去看这个字 你就更容易记住这个字 要不然 仕事 仕事 仕方 仕方 你都很难去了解 因为中文很少用这个字 我们同学 这个字在中文里面 是什么东西 在哪里 因为那个 君子清 对 象棋里面 红的那一个 是 对不对 这军人的意思 士兵的意思 这样 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老师请问一下 请说 上面可以听那句 不需要用 不需要用 不用 不用 我讲的是 竹语是蛋糕 对不对 被弟弟吃掉 那是 你讲的是 被弟弟吃掉 对不对 那这边是 弟弟 弟弟 对象是弟弟 谁把他吃完了 是弟弟吃完了 OK 這樣子你講的我知道 你說老師我用 他买拉雷打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他买拉雷打 有沒有等於他买得しま打 沒有 他买拉雷提しま打 這樣可以 他买拉雷提しま打 也可以 他买拉雷提しま打 被弟弟吃掉了 那我這邊只是講弟弟吃掉了 對象是誰吃的 弟弟就這樣 所以你要不要表達被這個動作 或者是弟弟吃的這樣就可以 當然你要用哪一種樣態都可以 標準句型沒有 那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到最後你要把所有的文法全部忘掉 我所謂的忘掉 就是你要掌握住變化的基本原則 接續的基本原則就好 其他通通不要被限制住 因為你被限制住的時候 你就會套用死板板的句型 不是嗎 那樣句子靈活度就不夠了 有沒有問題 老師對不起 那個瞬間動詞跟持續動詞 老師以前講過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 是不是什麼時候再稍微教一下 到現在就可以直接講了 沒有關係 什麼叫瞬間動詞 什麼叫持續動詞 所謂的瞬間動詞就是這個動作一做 他就結束了 持續動詞就是同樣的動作 他會反覆的一直做 那個就是持續動詞 比如說起床很明顯 眼睛一睜開就結束了 這個就是瞬間動詞 什麼是持續動詞 我寫字 我不會只寫一筆就停了 我會一直寫一直寫 這個就是持續動詞 好的謝謝 那 並意見 對 但是有幾個字 我們很容易混淆的 有幾個字 所以這幾個字要記住 像什麼 我問各位 睡覺是瞬間還是持續 對 睡覺是瞬間 你說老師 睡覺在中文的概念 中國人的概念裡面 一直在睡覺 一直在睡覺 我們睡覺是持續的 那種感覺 對不對 中文的概念是對的 但是日文裡面不是 日文是什麼 失去意識 那一剎那 他就結束了 所以 當我沒有辦法判斷的時候 要怎麼辦 從助詞來幫忙判斷 我問你 我問你 人家問你說 你是幾點睡覺的 還是你從幾點開始睡覺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前面的助詞一定是 你加瞬間動詞 這邊一定是卡拉加持續動詞 所以這個部分 多半都是用卡拉 這個助詞來加持續動詞 這邊都是用你來加瞬間動詞 因為他表示點 時間點 那卡拉媽的表示灌落 所以那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部分 希望同學了解 這個關鍵在這一個 因為我們會講什麼 我12點睡覺 只要代表點 一定用什麼 你 我6點起床 12點睡覺 是不是都是你 所以前面的助詞 當我們沒有辦法判定 他是瞬間或持續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助詞來幫助判斷 這個就是幫助判斷 可以了解了吧 還有一個字 我們也一直會混淆的 就是 sumu 這個字 助 對不對 同學 覺得sumu是 瞬間還持續 瞬間 對 sumu也是瞬間 這兩個字要記 neru sumu 因為我要教會同學們 我怎麼樣 因為我沒有辦法判斷的時候 我怎麼樣來判斷這個字 加teru的時候 到底 他是瞬間動詞還持續動詞 這兩個例外 我希望同學記起來 剛剛我講過 neru這個判斷的方法 可以用助詞來幫助判斷 對不對 還有sumu 我用什麼來判斷 翻成中文 你把它翻成中文 你會翻成 我正住在淡水 還是 我一直住在淡水 一直住在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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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什麼 持續的狀態嗎 對不對 你绝对不会翻成我正住在淡水 同样teiru也就是告诉各位 当我没有办法判断持续动词或瞬间动词的时候 要帮助我们判断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前面的注词 你一个加上teiru看它是持续的状态 还是正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一直住在淡水 你绝对不会跟人家讲说我正住在淡水 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样的方法都是在帮助我们理解 判断 有时候真的我们会判断不出来 所以第一个用注词 第二个用teiru来帮助判断 可以吗 可以谢谢老师 好没有问题的话 再看miru miru就是做前面的动作 做看看的意思 这就是做看看的意思 所以我们经常是 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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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老婆讲说 或者是你老婆跟你讲说 あなた 这个料理要 吃准备 准备 请你吃看看 好吃不好吃 这样味道对不对 了解 喝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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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一個東西 不可以 可以 兩個看 見てみる可以 這樣子 好,我隨便舉個例子 看 やってみてみる 請你怎麼樣 做看看 可不可以 可行不可行 知道嗎 やってみてみる 這就是做看看的感覺 所以我希望同學了解 也就是說 在看看的這樣 我用兩個看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所有的動詞 加上 みる 都是做看看的意思 了解 這七個 請說 やってみてみる 常常會出現嗎 會 請你做看看 吃看看 やってみてみる 都可以 我兩個みる都沒有問題 好 一個 兩個都可以 沒有,因為我比較擔心 請同學有時候會看到 みてみる 兩個 你會覺得 很奇怪 為什麼兩個みるみる 我一個就好了 幹嘛兩個 這個就跟中文的概念 就看看的意思一樣 常常在小說裡面出現 看見 常出現 要注意 注意 接著下面這個 あげる さしあげる やる くれる くださる もらう いただく 這幾個 這七個字 受受動詞 一定要熟練 第一個 てある 是我 給 誰 我給 銀貝 這一定要記 這不記 不行 好 第二個 さしあげる 是 我 給 銀貝 好 やる 是 我給 碗 我講過 別人給我 一定是 哭開頭 這不管怎麼樣 我請同學 一定要記起來 這是最簡單 記憶的方法 只要哭 都是別人 利用這一次機會 全部把它背起來 別人給我 別人是 プレル 一定是什麼 準備 一樣的道理 別人的 坦貝 給我 這個就是 プダサル 之前我忘了 是不是有跟同學講過 我們看 智慧 就可以 知道 誰做的動作 就是 在這邊 你只要看到 クレル クダサル 一定都是 別人的動作 看到 やる あげる さしあげる 絕對 絕對 都是 我的動作 也絕對 是 我的動作 這個 都不用考慮 這樣知道嗎 為什麼 我跟同學講 這個很重要 原因 就在這邊 我用紅色 代表 我的動作 別人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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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記住 這個 也是 我的動作 我從 警備 那邊 拿到 或者是 晚輩 那邊 拿到 所以 這個 也是 平背 跟什麼 晚輩 而 這個 就是 我 怎麼樣 從 長輩 那邊 得到 所以 這個東西 你不熟 都不行 我 動作 則是我 動作 則是我 不用考慮 太多 所以 關鍵字 全部在這 七個字 以後 同學 只要看到 動作 則一定是我 差し上げる 還是我 やる 還是我 哭開頭的字 全部都是 別人 這一定要 牢牢記住 也是 別人 除了 哭開頭的字 之外 所有的字 全部 都是 我的 動作 就這麼簡單 所以 我只要記住 哭開頭的字 是 別人的動作 其他的 全部都是 誰的動作 我的動作 所謂的 我是 大我 也就是 跟我 比較 接近的人 也可以 替代 我 這樣可以 了解 但是 有一個字 我希望同學 要小心 這個字 やる 還有一個意思 就是 當於する 沒有 給的意思 這個要特別小心 這個字 這個字 給同學特別小心 比如說 這件事由我來做 私 やります 我做 這樣的意思 私 します 私 する 我來做 所以 やる 可以等於する 這個時候的する 就沒有 てやる 這樣的 我給晚輩的感覺 完全沒有 這個字 請同學們 小心 就好了 可以嗎 14個 補助動詞 全部 只有這樣 所以 你根本 就不要 背 下面這7個 這下面7個 早就會了 剩下 要記得 只有前面這7個 就是 てやる ていく ている 再來 ておく てくる てしまう 最後的 てみる 剩下 あげる さしあげる やる くれる くださる もらう 跟いただく 要很熟很熟很熟 才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個到高級日文去 你一天到晚看到 你不會都不行 可以嗎 現在 現在所講的這個部分 還有沒有問題 這14個 希望 各位 同學 一定要 找時間 把它 記起來 一定 不熟都不行 一定要很熟很熟 因為這些東西 將來 影響 很大 希望 各位 把它 記起來 有沒有問題 可以 開嗎 可以 好 謝謝 沒有問題 就OK 好 沒有問題 我們接著看新的部分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今天講的這14個補助動詞 我都希望同學記住 來 我們把它簡單唸一下 你最少要有印象 來 跟著唸 不用開麥克風 怕會產生共鳴 那個 不要開麥克風 來 跟著唸 手 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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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てしまう てみる てみる てあげる てあげる てさしあげる てさしあげる てやる てやる てくれる てくれる てくださる てくださる てもらう てもらう ていただく ていただく てもら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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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く знач てもら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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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ぱい それを ちゃんと 直 должен する renew ということ ための の ごらん 意思是什么 Nu跟Z 请同学特别注意 他在变化的时候 特别注意 我们讲过 五段 五段动词用第一变化 加上Nine 加上Nu 加上Z 全部都是 好 第二个 上下段动词 一样 去Ru 加上Nine 加上Nu 加上Z 这两个都很简单 好 他变 我们刚刚讲过 他跟着上下段走 所以变成Ko 加 Nine 加上Nu 加上Z 这没有变 好 最后一个 Sah 变 要特别注意 Sah 变 变成Shi 加Nine 但是 但是Sah 加Nu 要注意 还有Sah 加Nu 有这一个例外 要特别小心 它是不一样的 Sah 加上Nu 跟Z 它是不一样的变化 其他 全部一致 只有这一个例外 请同学小心 否定还有一个例外 希望各位记住 五段 五段 用圆形 加Mine Mine 我曾经讲过 它代表什么 否定的堆量 什么叫否定的堆量 就是 不会怎么样吧 这个翻诊中文就是 各样的意识 各样的意识 这个地方 希望同学顺便把它学起来 这个是 Panout的范围的 这边最重要是 这一个 上下段的时候 要注意 它是去Ru 加Mine 这两个不规则 一个是不规则的 要特别注意 Mine 基本上 都是用圆形 只有上下段去Ru 这个 R变 它直接用 Ru R变 直接用 Ru 加Mine Ru 加Mine 这个不用 对 Ru 只有这一个 例外 去Ru 我们讲过 圆形的话 全部都用圆形 所以 只有这一个是 例外 要特别注意 这个是 例外 特别 小心 Mine 这个字的变化 特殊 唯一的特殊情形 这个特别 特别注意 这个我们讲 Mine的变化 刚好讲到 我还是希望顺便让各位学起来 可以吗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变化要特别注意 这个 随便举个例子 他明天应该不会去吧 那样的感觉 所以 就是Mine 一股Mine 了解了吗 如果是那个 这个东西的话 他应该不会吃吧 那样的意思 那样的意思 这个 因为里面有一些字 我希望教同学会 好 双十国庆日 好 再来 他讲的意思 今天是双十国庆 DR用DR 大路 暗于 这是 暗于 大 对不对 一个文章题 一个长题 再来 天气 天气 是阴天 而凉爽的天气 是 很棒的 我和家人 一起去阳明山 泡温泉 这件事 来 同学看一下 哪里有问题 我用过去式吗 哪一个用过去式 两个 义是不是要变yokata yokata 好 天气 yokata 然后 是不是 好 用过去式 因为今天这个动作 你在讲这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结束了 是的 没有错 应该要用过去式 好 yokata 对不对 好 可以 没有问题 还有 来通过去看 对不对 好 这个变成 Lista 我希望 拖鸟去练习 这边我要先告诉各位的就说 日文讲 国庆日 他们是讲 开国 纪念日 开国纪念日 这个字可以记起来 或者是建国纪念日 建国纪念日 这个都可以 建国纪念日 开国纪念日 开始有我们国家 就是 那个日文没有国庆日这个字 所以我要让同学先知道 所以我要让同学先知道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两个石嘛 那个不重要 好 所以要让同学先讨论 再来 一句一句来 这一句 老师他写Cure不是Cure 他写今天 Cure今天 后面还要加过去是吗 没有 他因为讲这件事的时候 他已经结束这些动作了 不是吗 对 对不对 今天晚上他才写这样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是的 是结束了 没有错 现在的问题 这一句有问题 这一句也有问题 先看这一句 同学注意看 哪里有问题 老师是不是那个Cumuli后面那个day 要改成什么 Cumuli不是名词吗 那加形容词不就可以 用中指形加day没有问题 这可以 对不对 任何一个字的中指形 基本上那个都可以加贴型 我讲过 各位要记得日文的贴型 任何的贴型 后面可以加四大巨型 任何四种巨型都可以加 这个可以记起来 只要是贴型基本上后面加 名词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 通通可以 贴型是没有限制的最好用的句型 但是各位你把这句话翻译看看 我要顺便教会同学的 我不希望教会 我只是翻译给你 已经把错误找出来 那不重要 我要同学学会这样的句子 我怎么样去判断他的对错 同样的 在变化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我要一再的强调 各种转换的可能性 就是让同学彻底了解 各种表现的方式 这样你要了解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这样将来你在造句的过程里面 就会具备自我判断的能力 我要你们具备这个能力 这样 来同学翻看看 这一段怎么翻 我把它对一个 来先翻这个就好 因天凉爽 对不对 来我问你 Kumori修饰哪一个字 天气 运行不会修饰名词的 所以我说这边有一点点问题 那好 我再讲 十字系修饰什么 名词啊 对啊 十字系一定修饰名词 这个天气有可能修饰十字系嘛 对不对 他可不可能修饰天气 也有可能 刚刚同学讲的也没错啊 为什么 我问同学 Kumori day Kumori什么词 名词化 动词名词化 名词化以后加中指形的day加上天气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样也OK的 你看 我这个拿掉 Kumori day 天气以后改变 对不对 怎么翻译 阴天 然后 后面那句 好 没有啊 阴天 天气很好 会吗 这样子是不同的 因为阴天天气不会很好啊 当然了 所以我才跟你讲 翻译 可以 让你判断这个句子 有没有符合逻辑 了解吗 好 现在我恢复刚刚那一个字 有没有看到 先不要看天气这个地方 阴天 阴天 凉爽 可不可以 可以 对 这样阴天 阴天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阴天 阴爽 天气很好 可不可以 就 我们不对 就有点没有办法解释 是的 这个就是我都讲 去掉 阴爽的天气 那个阴爽 阴天 kumori te跟14C不要 然后 阴天气就好 好 天气がいい 天气がよかった 对不对 对 我14C把它拿掉 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对不对 好 如果你看哦 我希望同学去做这样练习 我把这个拿掉 OK 因为凉爽的天气 天氣很好 不一定天氣很好 我心情很好 因為天氣很涼爽 心情很棒 涼爽的天氣真好 所以我去泡溫泉 是不是 同學有沒有發現到 這樣可以了解了嗎 也就是告訴同學 陰天跟涼爽同時出現的時候 我沒有天氣就可以 好同學再看 你再看 我再把這個拿掉 今天涼爽很好 對不對 可以可是就翻起來不是很順暢 沒有我的意思就是說 剛剛多了一個 天氣がよかった 我只要把前面這三個詞 隨便去掉任何一個都可以造出不一樣的句子 而比較符合邏輯的句子 對不對 所以我再把它恢復原來的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所以哪一個去掉 最符合這樣的情境 你就是要把空摩尼爹去掉 對把空摩尼爹去掉 因為我要泡溫 那個東西變成干擾 所以十字曳天氣 沒有下雨 但是天氣很涼爽 因為空摩尼一出來 你就不能講天氣是好的 在中文的邏輯是有問題的 不能講中文 我們的判斷的概念裡面 因為我們通常不會講好天氣 如果你是講心情很好 是OK的 這樣可以了解嗎 再把它退回來 同學看 我先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我先把 複摩尼爹去掉 好 我再把剛剛這一塊貼上去 給各位做對比 看喔 複摩尼爹實施性 複製回來 我希望同學去做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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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器電機有卡達 在這裡 十字器不要 一樣 也是OK的 好各位看 这都是去掉任何一个词之后所产生不同的排列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同学 当我发现句子翻译的时候 绑手绑脚的时候 那就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这句子有问题 有问题的时候 我在改掉的时候怎么改 都是用什么 一个词一个注词的概念 真简就这样 你就可以按照排列组合 排列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修改的方法 我希望各位学会的是这种方法 你把这些方法学会了 我怎么样判断句子错误 然后我怎么样修改 可以修改出正确的表达方法 你不要重写 不要 你就把原有的句子 做一个词一个注词一个词一个注词的 增简来做调整 这样可以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请说 你和词词戏要接后面的悠卡达的话 是不是要变那个 如果我是加一个问号 它变成所谓的中子型 就变成他自己解释 对对对 这边是一个 这边词一个词一个词 对 就 Kumori de 阴天 然后凉爽 没有 Kumori de 14c 可以变成一个 阴天 凉爽 可以 天性不就是 两个 变成一个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说老师 我把它变成 14c de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当然可以 知道吗 这个就是 你要怎么用 都没有问题 我希望同学是灵活 像同学这样 你能够自己 创造出句子来 你看 我把这个拿掉 你Kumori de 好 这样 我全部拿掉 这个变成 OK 对不对 可不可以 两个D嘛 不可以 成立 当然可以 阴天 又凉爽 又 棒 对不对 阴天 凉爽 很棒 都可以 当然可以 在文法上 都没有问题 知道吗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听懂 你看 排列出来 这么多变化 你要怎么样改变 都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 告诉各位 不要 不要 被限制住 这个就是忘掉 文法的概念 我哪个字 要修饰 哪个字 我可以自己判断 老师不好意思 那个Kumori de 的话 我把它当成 原因理由 不能这样子表达吗 表示 原因理由 用这样来考虑是 可以的 因为天气 阴天 很凉爽 但是 你看嘛 你原有的句子 你注意看 今天是双十国庆日 因为是阴天 凉爽的天气 很好 这样 知道吗 如果你没有天气 就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的 足语变成了什么 天气了 是天气很好 这样子我知道了 谢谢 知道问题了 所以 因为 阴天 不管 它是 代表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原因理由 你也不能讲 天气很好 如果是 这样 你表示 那个 有没有 Promole day 14C Yokata 没有问题的 这样 了解吗 因为 是阴天 很凉爽 所以 怎么样 很棒 是这样的感觉 这样 了解了吧 可以出现在天气 好 母学有这样的经验 好 看下面这一句 A有问题 注意看 哪里有问题 不用一鼓 一鼓去掉 这个很好 为什么这边一鼓不能有 因为A就是表示去了 那一鼓的话就代表怎么样 它修饰哪里 一鼓修饰哪个字 一鼓 完全成功线 变成修饰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在这边多了一个顿号 OK 有没有看到 他如果就一声 有没有人的一鼓 温泉里 有没有看到 我把这个句子结束 和家人一起上阳明山 然后进入 去泡温泉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要不 如果你非用一鼓不可 我可以用什么 一鼓 贴行 对不对 中指的概念 一鼓行 我不可以 二样就可以了 要不就像刚刚同学讲的 我直接把它拿掉 OK 这个句子就是 最有没有人的温泉里 入到 可以哦 有没有问题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样子A的话 他也可以结名词是吧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一个词一个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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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问题啊 我们讲过架构句子 先用一个词一个注词 一个词一个注词 一个词一个注词 对不对 最后再来用 人时地务事 我再来修事 对不对 好 谢谢 好 但是 还有问题 这样的句子 还有问题 好 我先把它光起来 没有 我希望同学去注意哦 那个 同学在表达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会出问题 这个也可以 我顺便把这个弄出来 好 你最后这一句 哪里有问题 同学在看 不需要再解释 这件事情了吧 没错 很好 为什么 我问你 你是 讲这件事 还是 做这个动作 他是做这个动作 去泡温泉的动作 就 就用什么 过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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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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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阿达 这样知道吗 因为这个你不是在讲事情 是在讲动作 我去阳明山泡汤 你不会是讲说 我去阳明山泡汤这件事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这样的句子就不需要讲事情 不是讲动作 没错 很好 非常好 这个就是当你自己去调整过句子以后 以后你具备了判断的方法以后 你就知道前后去我怎么样去掌握 我应该是谈事情还是讲动作 你就具备慢慢具备判断能力 等你有判断能力以后 我可以告诉各位 那个进步才可怕 非常重要的方法 这样同学可以了解吗 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老师假如说有code的话 是不是后面再加一个细事的话 不是也可以吗 基本也可以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后面 没有再加一个细事 所以说洗温浅很好 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把它code留下来 然后面再细事就 那问题是这个 后面 因为他没有 因为看过 对 就没有了 就这样子 他是结束了 所以没有这个 对 所以说 就没有 不需要code这个事 谢谢 先生 我想问一下 古摩尼已经名词化了 对吧 那名词化之后 他用那个 day是表示地点吗 不是不是 古摩尼不是地点 day有两个 第一个 day出现的时候 我如果把它当住词 古摩尼是不是一种状态 对 我们讲过 状态的day代表原因 因为是晴天所以很舒服 对不对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是什么 名词的day中子形 对不对 对就把它看成是名词 名词的day中子形 对不对 我们名词的中子形 第一个是名词的day 对不起 一个是中子形 对不对 一个是什么 犯态的day 对不对 这两个 一个是名词化的day 代表中子形 对不对 这个 等于中子形 好 重点是状态的day 等于原因 理由 对不对 它别在这个地方而已 但不管是状态的day 或名词的day 它基本上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天气很好 除以是天气 阴天不可能天气也很好 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是在天气这个字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是阴天的天气 很棒 是OK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当原因理由 而是要当什么名词来看待 对对对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的用法 我会把它直接用动词的day Kum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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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Kumote 对不对 它是阴天 凉爽的 更直接了解 了解吗 都可以 你要怎么样用 都是可以 好 了解 刚刚同学讲到 进入泡汤这件事 只要我做这样的陈述 汤泡汤这件事 這才是在講溫泉這件事 溫泉這件事是意義的 了解了嗎 有在講事情而不是在講動作 這邊是講動作不是講事情 所以差別在這個地方 這樣同學可以了解嗎 了解謝謝 主要注意 我講解給你們聽 不如你們自己去判斷的時候 你可以學到更多進步更快 因為你能夠找到錯誤的地方 非常重要 這表示你對文法的理解是夠的 因為我們在讀任何東西 基本上他是教科書 他基本上除非印刷錯誤 要不然出錯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很喜歡運用 學生所寫的例子來給各位做參考 就是讓同學練習 這個就像那個誰 教英文的那個哪一個老師 柯肉智 用什麼熊 有一個英文老師 很有名的英文老師 賴士雄 賴士雄 賴士雄老師的所謂的柯肉智 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了解嗎 所以我說同學蠻厲害 你能夠看到過去式的問題 你能夠注意到文章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你自己讀還要更有幫助 所以為什麼我希望同學去練習判斷 你練習判斷會你不斷的去思考 哪個地方有問題 哪個地方有問題 就在反覆練習你所學過的所有的文法 這個非常重要 好我們再看下一句 一次不要貪多 來我們看這樣 所以我都故意把它切開嗎 好各位看 好這個 好這個 海の舞伎沈む のような 一層一層に 積み重なった 山は めにふがく うつられでいるのたった 這個就是典型的のの的用法 好 所以同學注意看 這邊 這個跟同學講 要你們改有問題的 這個地方 一層一層 這個不需要這樣用 你就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搜索 了解嗎 一層一層 是不是就等於中文講的層層 相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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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嗎 可以嗎 這邊 這邊 各位看 首先 印入 眼簾的是 什麼 那 像海 的 浮沉 一樣 層層相疊的 山 就這樣 首先 被印入 我眼簾的是 像海 一樣 層層相疊的 山 你看你有問題 不是文法的問題 也是邏輯的問題 字的問題 你覺得哪裡用字 翻起來會怪怪的 翻看看 同學看一下 文法沒有問題 文法完全對 很棒 而且這個修飾用的真好 只是我覺得這個地方 改掉一個字 更容易懂 同學看看 改其實也沒有很大的問題 我只是覺得那樣的那樣的感覺不夠清楚而已 要不然這個句子寫得很漂亮 真的寫得很漂亮 來 我直接改就好了 這個字 浮沉 是海的浮沉嗎 海浪 對 對不對 所以浪 日文應該怎麼講 浪 很多我朋友 對 很好 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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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有沒有感覺一個字的差別 是不是 比海來的更直接 明顯 我比較容易感到浮沉的感覺 海 我們看過去 它不會有層層相疊的感覺 了解吗 我们修士描述的重点 应该呈现出什么 这个比较重要 我要呈现的 如果是重叠的三那样的味道 他的主题必须要跟他呼应 还如果是风平浪静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层层相叠吗 不会 是不是 为什么我说他这边写的很棒 他在这边跟什么相呼应 前面的什么 因天 所以浪就大 所以像层层相 那个浪层层相叠 呼高呼低 就像一层一层的山一样 浪出现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很棒 真的很棒 知道吗 可以 把整个文章有好几段都写得很不错 真的写得很不错 所以我希望让同学分享给同学就是这样 这边写得很不错 唯一可惜的地方 如果这边用nami 就感觉更不一样 好 各位再看下一段 没有他有些东西的用法 我希望同学去学 像那个刚刚那个层层那个 那个就没有必要 好 这个 变成迅读 同学会看 そして SKに 交付する山沿いに進んでいけば ウマソー マソー也可以 英读就可以了 の ハナゲムナ 你看他这边全部用过去式 当然前面那个地方 当然要改过去式 所以这个地方过去式 全部都要用长体的过去式 没有问题 所以各位看第三个 接着怎么样 假如顺着S型的山路前进的话 就可以看到马朝 所谓马朝的花艺村温泉 Yama Zoe是什么 山路的意思 顺着山顺着蛇行的山路前进的话 就可以看见马朝的花艺村 有没有问题 这边的拉雷路是什么 什么形的变化 这边是能够而不是被动 因为 同学要特别注意 可能行 他的变化是这样 普段 读习一下 用第几变化 第四变化 加什么 如 这个一定要记 因为可能行 在变化里面 因为可能行在变化里面 对不规则 上下段 怎么样 去路加上什么 哪'rel número 跟着上下段 来注意 砂变 在这个要特别小心 好 做一個對比 被動 被動的變化 五段動詞怎麼變 第一變化 加什麼 L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加什麼 Larer 對不對 這個 加 Larer 對不對 最後 用什麼 殺 加 Ler 注意看 這個變化 跟這個的變化 完全一模一樣 這個變化 完全跟這個變化 一模一樣 這就是我跟同學講 所以被動 為什麼可以等於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被動 可以拿來當可能動詞用 就是因為這兩個變化一模一樣 所以Larer 也可以拿來當可能用 被動式的Larer 也可以全部拿來當可能用 所以被動才會等於可能又是什麼 尊敬 還有一個自發 自己審慎出來 有Larer Larer Larer 這個要特別注意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Larer 因為有兩個可能 所以你要練習判斷 在這個地方 到底應該是可能還是被動 就在這個地方 可以嗎 這個地方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我們 再看一小段就好 但用同學一點時間 因為這邊有一點問題 好 好 好 同學看喔 愛 愛 這個應該是念成 Kai 其實這個地方 這個字是錯的 這 餵養應該是愛 愛 有 食べに待っている 猿 グループ 足以是 猴群 待っている 的句型 一直在那邊等著的猴群怎麼樣 兩個動詞 高高興興的 歡迎觀光客 哪裡的觀光客 路邊的觀光客 對不對 哪裡有問題 我剛剛跟同學講 這個四四有問題的喔 飼料 應該用什麼 哪一個飼料 飼料 我們學過 飼料 飼料 是 這裡 這個字不好記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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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同學 你這邊拉雷路 沒有為什麼拉雷路出來了 我問你 這是被 我要形容的是 被兩旁的觀光客歡迎 被兩旁的觀光客歡迎 對 就是猴子 牠就在馬路邊等 應該是等待觀光客去餵牠東西吧 應該是猴子歡迎觀光客吧 所以這個地方 我也不知道怎麼表達會比較好 因為你這樣寫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變成了觀光客再歡迎猴子 一堆觀光客就聚集在路旁 然後就是要等待餵 餵死 就是餵那些猴子 你不去餵猴子不是觀光客感到高興 是猴子感到高興 牠得到好處 不是嗎 可是觀光客也很高興 可以碰到牠們 現在滿地都是猴子好不好 變成騷擾了 我都覺得人類餵死 那種野生的東西就最要不得會害死人的 我不騙你 對啊 所以這句我就 對啊 我覺得好像 你這個很簡單嘛 你要看 為什麼前面你用這樣 你這個寫的是邏輯的問題嘛 等待人家餵死的猴群看到路旁的觀光客 他們用一種很高興的態度來迎接嘛 不是嗎 那樣就對了嘛 是不是 因為他知道觀光客來了 他們會餵死他們嘛 是不是 所以是猴子很高興的 應該來的是觀光客不是猴子 所以歡迎應該是來的 歡迎來的才對啊 是啊 所以猴子歡迎觀光客嘛 應該是 因為他知道觀光客會餵他吃食物嘛 所以應該是猴子 觀光客是來的嘛 所以說應該是在當地的人去歡迎來的 沒錯 就是因為當地是猴子嘛 所以說應該猴子歡迎觀光客 我問你們嘛 猴子歡迎觀光客應該怎麼用 你現在的看光客 直接對象嘛 所以用咪對不對 當然不對嘛 所以要用什麼 同學告訴我住詞 直接對象 然後 然後 祝勞 歡迎 怎麼弄 怎麼弄 對呀 迎迎 迎 歡迎 對不對 他變成一種常態 就不需要用過去式 就是要用過去式 這樣的 還有 然後 掌聲 謝謝 教各位以后 你们有没有感觉 捏根窝变得比较好用 对不对 用起来感觉比较简单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不用过去式 因为它代表 每次只要有观光客来 猴子都会很高兴的出来 翻译观光客 这变成常态的一部分 各样的感觉 常态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什么 圆形 定乎断 定乎断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先生 如果说我们常态的吃的话 也是用圆形结束就可以了 是的 好 因为日文我们讲过 日文的圆形 可以代表现在 还有代表什么 未来 对不对 表示现在这样 未来还是这样 它的概念是在这边 这样可以了解了吗 我还行不错 同学真的蛮厉害的 你们很多逻辑 产生了以后 就会帮助各位 去了解这些东西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可以吗 这边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就提出来 没有关系 可以吗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 刚刚同学讲的 这个地方 对不起 因为我刚是用了什么 糟糕 乱按 一般按恢复就可以 这个就可以 太可怕了 弄乱掉就麻烦 来同学注意看 注意看 可不可以 我用哪里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被欢迎 不是被欢迎 不行啊 因为我这边用 前面 前面要用你了 用你 不行 用你不行 不一举这个例子给各位看 这边代表什么 是不是要用嘎 没有 刚刚我们讲过 勒乌拉勒乌 它可以代表什么 可能尊敬之发 被动 那我问各位 这边的拉勒乌 我可以把它当什么来用 这四个 哪一个可以用 自发 不行 自发 自发 猴子自己 搞出来 欢迎 观光客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了解吗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 是变成要欢迎的话 变成它是猴子自己 这个 很高兴的跑出来 欢迎观光客 这个很难理解 没有 因为这个就是 自发性的 我们几乎 我刚讲过 很难找到例子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刚刚好 可以用 知道吗 因为我被那个 刚刚同学写的那个例子 你改掉以后 突然间发现 原来可以用 因为刚刚讲过 自发 这个 这样就 没有问题 有没有看到 动作者是谁 猴子们 猴群 猴群 自动的 跑出来 很高兴的 过来 欢迎 观光客 为什么 因为 他们在等待 人家 喂食 这个 非常好的例子 了解吗 我希望同学去 发现这些东西 我这个也是 突然间发现的 虽然这个文章 我之前已经都看过了 但是 这个用法 也是因为 刚刚做这个变化的时候 我才整个 突然间觉得 刚刚 老雷乳可以用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 很有趣的地方 可以吗 这样可以了解吧 所以 老师 不好意思 如果改成 被动的 方式的话 他的住持的话 不是都 需要改成 那 猪鱼都要改掉啊 猪鱼变成 不为猴子啊 观光客被欢迎 还是怎么样啊 对不对 观光客被猴子欢迎 才对啊 就是 竹语要改成观光客 对 对 对象就改成猴子 对 对啊 猴子是变成 你 对象 对 看光客は 猪鱼 二 喜 对象 对象 就变成被动 就变成被动了 就变成这样了 没有 老师 我的意思是说 他 虽然改成被动型 对不对 可是如果当他是用自用的时候 他的 他的那个 那个 前面的住持的话 还是就是跟他原本 像 跟原本的那一个 他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这样知道吗 知道 知道 所以自发 就是一样 他直接对象的话 也是用O就对了 对 这个就是什么 举这样的例子 给同学看 就对不对 对不对 韩国 领导 三路 你又都说 这个目的来 观光客被猴群所欢迎 乐于欢迎 是不是 这个就是 对象 卓语跟对象都换了 因为这边的都卓语是谁 猴子 这边的族语变观光客 被猴子们 欢迎 这个是一样 拉雷鲁的句型 我希望让同学了解 差异在哪里 你们已经不再是 初级日文 或是基本变化的运用 而是要把各种东西 各种可能一次全部看懂 因为我们很少用到 自发常态 常体的这一种 那个对比 你用对比 很容易学到 更详细的东西的 这个我希望 你们要学会的 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可以哦 这样 同学可以了解了吧 还没有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同学就许 在群组里面 如果没有问题 待会儿 我会把今天的笔记 贴在群组里面 各位再 慢慢看一下 今天所讲的 这几个内容里面 拜托各位 第一个 把可能被动 所有的变化 要分辨的清楚 第二个 在前面所讲到的 这一些 所谓的 那个 辅助动词 拜托各位 熟记 但是不是被 不断的看 不断的看 然后怎么样 自己练习造句 随便找一个 东西出来 造句练习看看 那 你不知道 对错 你就丢到群组 我自然 会帮你看 今天最重要的 就是学会 所有的 补助动词 拜托同学 花一点时间 把这14个字 熟练 你用什么方法 记都没有关系 一定要把它记熟 因为这14个 你要表达 对你帮助 很大 很大 好不好 可以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 上课到此 不好意思 占用了各位 一些时间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また 来週 拜拜